最新的林憲來關心了 群球現場關注更多內容 接下來時間交消給心儀 好了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提到 大陸解放軍在8月間 曾經試射超高音速飛彈 繞行低軌道太空後才飛向目標 雖然誤差超過20英里 大約就是32公里 並沒有命中目標 但是在這類尖端武器上面 說是取得的進展 遠比美國官員所知道的還要更大 大陸外交部是否認這項報道 但是美國財軍大使 武德提到目前還不知道 要如何防禦這項武器 而中國大陸也不知道 俄羅斯也不知道 金融時報也提到 美國 中國大陸和俄羅斯 現在都在積極研發超高音速飛彈 10月4號俄羅斯國防部 才公布畫面 顯示俄羅斯試射超高音速飛彈 那麼美國則是在9月的時候 成功測試一款 沒有搭載武器的超高音速飛彈原型 說是從2013年以來 第一次成功測試這類武器 美國媒體就報導 包括洛克希德馬丁 以及雷神這些軍火公司 都正在致力發展 美國的超高音速能力 而超高音速武器 在大氣上層中 高速飛行超過音速的5倍 大約每小時6200公里 這一種新一代的武器 說是更難探測 以及攔截 今天美國總統拜登 在準備搭乘空軍1號 飛往賓州的時候 記者就在當場詢問 拜登是不是會擔心 中國大陸的超高音速飛彈呢 拜登只有回答一個字 就是他會擔心 來聽聽看現場最新說法 而其實白宮新聞秘書沙奇就說了 美國現在正在透過外交管道 表達對於中國大陸超高音速飛彈的用心 來聽聽看沙奇的說法 而關於美國的態度呢 其實路透社昨天就報導 俄羅斯克里姆尼公發言人佩斯科夫 他有說針對中國大陸測試超高音速飛彈 北京這麼做沒有違反國際義務 也沒有對俄羅斯構成威脅 而美國其實先前就已經這麼做過了 來聽聽看俄羅斯克里姆尼公的發言 對中國大陸滅 就不停放了其他的保護啊 在本地控制與防守 他們受到防守 他們受到防守 他們受到信任職 措斷的利益 保護自己安全 在疫情前 所受到的意義 它受到美方法 华尔街日报有这么一篇报道 说美国官员和政府外部的武器专家猜测 大陆的飞弹计划可能是为了 规避美国的核飞弹防御系统 华尔街日报甚至说 美国的飞弹防御系统 现在还没有办法阻止 中国大陆的大规模核攻击 但是大陆方面可能担心 美国的反导能力未来可能会扩大 不过一些美国官员说 这种新型飞弹可能是一种飞核系统 可以用来攻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港口 或者是设施 各位喜欢全球大视野的观众 全球大视野粉专全新上线 新全球大视野影片 最犀利的国际新闻观点 全球大视野粉专通通都能满足 现在只要在脸书搜寻 全球大视野或者是CTI Talk 就能找到全球大视野官方粉丝专页 欢迎按赞追踪加入 全球大视野的行列 前主教教宗方继各 头上的这个小瓜帽 一直受到了全球小朋友的喜欢 20号在一场公开的活动当中 这位男头走上台跟教宗 狗狗笛 又是拉手又是坐在他的身边 还说自己也很想 要一顶跟教宗一样的小白帽 最后他的坚持不懈 好像有了成果 不止还真的获得了 一顶教宗专属的白色小瓜帽 也获得了全场数千人的掌声跟小声 来看南韩影集 由于游戏风靡了全球 让全球最大影音串流平台Netflix 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增加了 438万的用户 不过也因为 鱿鱼游戏实在太红 大陆影音平台一次出现了 抄袭争议 引发网友抨击 这一期争议是因为 优酷在20号表示 将在2022年 推出一档综艺节目 名字就叫做 鱿鱼的胜利 但是因为节目还保了 字体的设计 还有游戏的模式 跟鱿鱼游戏 相似度实在太高了 不但登上了热搜 也已经发 这个引发了 大陆网友排山倒海之一 是抄袭先浪 游户线也立即常青 曝光了海报是工作失误 他们无意抄袭 也晒出了新版的海报 希望能够平息中奴 好 还要来关心了 大陆电影《长津湖》 上映之后 短短两个礼拜 票房就超过了 50亿人民币 告诉大家 这个记录 其实不止 打败了最新一集的 007的电影 甚至还打败了漫威英雄上汽 现在更有望 一口气即将有可能 成为大陆有史以来 票房最高的电影 零零戏电影《每逢上映》 都会引发全球影迷关注 在电影中 主角应有善战 风流倜躺 每一次能打败对手 让影迷大呼过瘾 但这一次 他却遇到强敌 大陆电影《长津湖》 以寒战为背景 描述士兵在冰天雪地中 坚守岗位 成功击退美军 在大陆上映两周后 截至19号 票房已经突破50亿人民币 整个台币超过223亿 不知打败007 在全球票房 就连漫威英雄电影《上汽》 也不是他的对手 而长津湖除了有可能成为 今年的全球票房冠军之外 也将成为大陆有史以来 票房最高的电影 引发外媒关注 美国媒体CNN 对此也做出分析 除了近期美中关系紧张 间接推动了《长津湖》票房之外 加上今年适逢中共建党百年 电影上映时间 又选在大陆十一国庆 廉价党旗 民众爱国之心 也反映在了票房上 今年正好是抗美援援朝 40几年的 2170年的纪念论 所以年轻人也正好 去观看了这个 以后能够有个爱国的心 能够启发起来 肯定有起到作用 我觉得也证明 中国爱国主义教育是很成功的 中国人都很爱国 大陆本土电影 有如此亮眼成绩 对好莱坞电影公司而言 意味着未来 若想进军这个庞大东方市场 恐怕有更多挑战 这里有廖宛宇综合报导